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要财财经台的直播环节 来到开市感浪 大家好,我是谢美琪 先介绍这些嘉宾 就是我们研究部的经理,他叫Fy Stanley 你好 跟你说说国际油价方面的情况 看到油价继续要下跌,始终要反复 已经跌到差不多是46-48左右的美元水平 其实向下的情况还会不会持续 说的是产量方面,上一节也提到 还有整年去到增产,也有很长时间 有很长时间,还有库存这个问题 换言之来说,油价去到什么位置有支持 始终跌势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夸张 但是去到什么位置才有反弹 其实你说现在油价的走势都真的很反复 因为事实上不同的一些机构 对于油价的看法都真的有个挺大的 可能没有分歧的 但看法大家是挺不同的 因为如果说以供应和需求的关系去看 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 也不是很久之前 可能是一两个星期之前 我不记得哪一个机构去预测 就是说,油价在下年来计算 基本上全球日的供应量 大概是9,600万桶 但需求量大概是9,520万桶 如果你这样听下来 基本上差距大概一天大概是80万桶 其实也不是很多 所以如果你以这些数字去预测的话 基本上供应的关系 就未至于会真的失衡 但的而且确现在最大变数 在于中国方面的经济状况 是否真的会有个明显的改善 因为始终大家都知道 如果以现在全球方面来计算 比较大的叫做油的需求国 是离开美国、中国和印度的 但美国那边开始步入冬季 变相当地的油的需求量 其实应该在理论上是大了 这对油是有帮助的 另外就是说在这段时间 因为大家都知道油价跌得比较 也跟同期相比的话 跌了很多 所以中国都不断在这里 叫做战略的石油储备 这些因素似乎都对油价来说 其实是一个稳定的作用 但无奈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始终你可以说这些 叫做传统的能源 我经常都说的 传统的能源 其实前景方面 我看法是比较审慎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当然现在全球的能源结构 基本上有七成以上 可能是增加多的 是来自煤炭和石油的 你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未来这十年的时间 要改变这个格局 其实很难 你不会改变得到 但问题是说 那个增速方面 如果说全球来说 基本上那个增速 一定会在一些新能源发展身上 就是变相就是说 现在这些油和煤 这些能源的佔比 只会越来越缩 所以就变成需求量方面 你不会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增长 这个机会也真的 不会怎么看得到 所以这些因素 反而才会限制油价 之后的升势 当然 各别的油组国 都挺有趣的 刚刚看到一段文章 都说 这个委内瑞拉 不过它又有点夸张 因为它本身可以说 石油的收入 就占它大概 那些出口的优移方面 占比呢 九成六 刚刚在强调之前的时间 就说 希望将油价 定每桶多少钱呢 七十美金 不过我估计 他这一刻都是 可能都是说一下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油价都是四十多元 你要七十多元以上 不要七十多元 六十元以上 我想都很困难的事 但也反映到现实 就是说 现在油价跌得那么厉害 很多的油组角 基本上都叫救命 所以便是油价再大跌的机会 我觉得是不高的 但未来的时间 有没有机会有很大的上升的空间 坦白说 我真的看不到 看到油股方面的情况 其实跟你说 油价在下跌 其实一众的油 经常失发股 其实跌了不少 这个时候 能不能借机 做个技术性反弹 其实都 如果你以中海油的走势为例 我先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其实油股有没有弹过呢 严格上都有弹过 你看到它之前有七个半这些位置 其实弹了上来 弹的幅度 真的都叫做不小 因为你看到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都弹了两元上来 但问题是油价 或者说油股 其实如果你是以本地上市的油股里面 都有一些因素 除了油价之外 都有一些 譬如说 可能是重组 拼购这些因素 左右着我们的股价表现 特别是中石和中石化两种油 因为基本上 自然都有一些消息 就是说我们会出售一些资产 这些做法 但是纯粹油价的话 我也是那句 你说油价本身 我都看得不是太过乐观之下 这些公司可能会减少资本开支 连低之下 对于油价的看法 我想我还是比较审慎 所以对于他们的走势 都不太乐观 但是油股有没有再反弹 反而要视乎 以中石化为例 要看它本身的石油开彩 开彩量 和能否华尔的量 保股价 如果做得到 和气方面的发展可能比较好的话 它有机会可能再弹多一点 但是不会太多 但是相反 你说可能中石油 中石化这些 反而真的可以看内地方面 那个改革的情况 究竟造成什么 因为如果那两者的话 其实股价差不多 三者都是差不多的走势 但是变相就是说这些油价的升跌幅 对它们的影响 就可能比较短暂 以及帮助刺激作用 可能现在来说不是太大 所以初步看这两间公司 看有没有政策上的扶持也好 甚至乎有没有改革的概念也好 有的话才可能有些突破 好 顺便跟进石石副局方面的最新表现 好 开始不久 但大致上来说都是要向下的 中石化跌超过1% 报5.51 中石油和中海油跌不超过1% 最新报在6.21 和9.09 上石化收入微升2 最新报3.19 好了 这时候跟你跟进一下 中港股市方面的情况 好 两个都是低开的了 先说下制内地方面股市 上证方面今天低开13点 在3280点开市 最新报在3296点 升3点 说内地股市方面 昨天跟你谈过 最近走势不错 上证就连升5个9日 上回去是3200之后 还可以上升 但最近来说内地数据方面 来到高峰期 除了来到 已经公布了进出口贸易数据之后 接下来又会有工业、通胀、消费等等 这些数据 大家都猜 反映来地的经济方面 都是一般的 经济始终放缓 接下来会不会借小股市 有个调整 其实数据上都不忌以后望 反而好 大家反而觉得有些惊讶 好像昨天来说 出口数字 突然大家都很惊讶 这件事这么好的 这次我想差不多 你遇到的数据都不理想 甚至乎 我都可以大胆去估计 GDP的数据 可能第三季的话 可能只有6.7 即6.7 大概这些数据 7真的很难 比较难 去查得住 在第三季的时间 但是反而 突免的地方 反而是递一转的 你数据越差的话 反而大家真的 预期就是说 可能你在5中全会里面 135区学里面 可能会有更多的措施 可能会推翻出措施 可能会扶持 那些经济 因为始终 当然 你说现在 还是否保出呢 特别是大家 可能比较担 不要关注 就是说明年 或者说是未来 5年 16至20年的时间 我们的经济的增速 会不会有机会调低呢 我觉得机会是大的 反而会令到市场上 可能会有些震动 但是假设你在5中全会里面 有很多的政策措施 可能是密集出台的话 反而是有利益市场的气氛 但是只不过 你说现在的上中指 即是突破3200之后 能否记得找这个位置 我仍有少少保留 所以暂时来的 我想上证再短期的时间 再上冲 甚至你问有没有机会突破3300 3400这些位置 我觉得机会比较微一点 那港股方面的情况 见到如果A股方面 可能会受到一些数据影响的话 那港股也不能独善其身 尤其今的低位 反弹了不少 会不会在急弹之后 又有个调整 港股反而是比较理性的 就是说不可以听 看数据的话 香港这边有比较多的反应 还有港股也如你刚刚提及到 弹了不少 所以我自己 之前都预测就是说 10月份 我觉得恒指有机会 可能会有些反弹 因为 如果你看看图都见得到的 港股那年就跌了5个月 就是出了5支阴俗 出了6支阴俗的机会 其实不高 但问题就是说 到这些位置 还有没有机会再充高 我觉得差不多 即23000附近这些位置 其实我觉得已经差不多到顶 短期的顶 所以反而你能够突破 都可以看看有没有 一些政策的因素 但是暂时来说 可能恒指都是大概 50天线附近 即22000多的位置 都是先抓住 恒指现在最新报 22437点 暂时跌163点 谢谢你和你做新报 提及过的股份 或者指数的相关资产 有没有持有 都没有持有 我们先休息一会 待会回来 看看衍生工具市场方面的最新资讯 冷静online再谈过